好 下面咱们接着来看十八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就出现一个特殊的语法现象 咱看他怎么说 他说 Whether it be bird, fish or beast The purpose is intrigued with anything that is alive 他说我不管你是鸟 是鱼 还是野兽 这个海豚对任何活物都感兴趣 这等于把第一段的含义进一步推延 进一步延伸 我们看看这个句子语法成分分析 前面这个逗号之前的 我们都知道是个让步状语丛句 但里面出现一个Whether it be 为什么出现这个be呢 出现be动词原形 理论来说是个虚拟 没错 这是让步状语丛句中be形的虚拟 但是这个虚拟其实没有虚拟的意味 仅仅增强了文言的色彩 是一个比较拽文的表达 比较正式的表达 咱们写作中 一会儿可以在咱们讲解之后可以借鉴 无论是鸟 鱼和野兽 我们知道一些并列的名词 如果经常是配合在一块出现的 就是经常同时出现的名词 前面可以不加贯词了 你说母子之间的冲突 the conflict between mother and son 就不用说the mother and the son 就用不着了 师生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在这也是bird fish beast 直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了 可以取得贯词 但是怎么样呢 the purpose当然不可能是特质 我们知道单数前面加定词的 既可以特质也可以类质 在这上文没有出现某一只海豚 所以肯定是类质 就是海豚这个动物 形式单数 位移动词还在单数 怎么样呢 be intrigued with 表示对什么什么感兴趣 我们生词中讲过 intrigue做极物动词 就要吸引某人的兴趣 对什么呢 anything任何东西 什么东西 我们定义总结 that is alive 活物海豚都感兴趣 这大概全文的语法成本分析 咱们看一看前面这个 比较特殊的 whether it be 这个结构 我刚才说了 这是让步创语从具中 特殊的这个 b形的虚拟 这种虚拟 我说了 没有虚拟的意思 仅仅增强了文言的味道 有点古文的用法了 咱们在高级作文中 可以尝试 可以采用 你看比较通俗的用法 其实就把必动词 还原成is就好了 一般比较通俗用法 可以叫whether it is bird fish or beast 无论是鸟 是鱼 还是野兽 用is就好了 还是我刚才说的 bird fish beast 经常一块出现的名词 前面并列出现 可以取调观词 那么用is也正确 只不过用is就比较通俗一些 我们再看看 这个用法 屡见不鲜 在咱们26颗也会出现 咱们打开书 书翻到155页第6行 倒数第三个词开始 155页第6行 倒数第三个词 就开始这个句子 这个我们看看这句 怎么说 他说 after all all living creatures live by feeding on something whether it be plant or animal dead or alive and it is only by chance the such fate is avoided 他说 毕竟 after all 怎么样呢 所有的生物 living things are living creatures 怎么样 都是靠捕食别的东西 吃别的东西为生的 后面 这个让步状悦从具 无论它是植物还是动 植物动也是并列出现 没有加贯滋 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 whether it be 完全可以写 whether it is 把它换成is 也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例子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不一定在性格念里边走 看这句话 跟他类似 whether she be right or wrong she will have my unswerving support 无论这个女孩子是对还是错 她就将拥有我坚定的支持 无论她是对还是错 whether she is 把is换成了必动词原型 这也是同一个用法 这个注意这用法 用在让步状悦从具里边 那么unswerving 也是书面语 就是不坚定的 好不动摇的 我们知道swerve swerve当动词是拐弯的意思 字面s是不拐弯的 就坚定的 一条弧度走到黑的 这个知识 这是这种特殊的 让步状悦从具 而且我们记住 这个不一定非得是用在 whether引导的 让步状悦从具中 其他的连词构成的 让步状悦 也能这么用 只要他 位于动词是必动词 比方说 看这句话 though he be the president himself he shall listen to us 这时候do引导让步状悦从具 尽管他本人是总统 但是他也应该听从我们的意见 总统也是选民选的 尽管他是总统 though he be 可以把be 还原成s 是一样的 这个结构 我们看不太难 但这个结构 在正式文体中 还有另外一个变形 另外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就是把be动词放到重具的具手 然后把连词去掉 代替连词的位置 其他词派好对 那么这个时候表达就更正式一些了 记住 be动词放到重具具手 代替连词位置就好了 那么这时代替的是什么连词 就是通过语境上线文判断了 咱们看一下例子 本文中就可以把它改成be in bird fish or beast 我管你也是鸟是鱼还是野兽 这个通过上线文能判断 省的是whether 无论是什么 对吧 这个把be动词放到重具具手 代替weather 连词位置就好了 再比如说看一些例子 这是个谚语 home is home be it ever so homely ever so 也经常在这个剧情里面 就如此的 这般的如何如何 家就是家 尽管它可能会如此的简陋 这个homely在这 是发现简陋的 什么破旧不堪的 是这么一个 它是形容词 尽管家可能会这么简陋 但家就是家 家给我们的感觉 任何东西不能代替 五星级饭店也不行 这是类似于中国哪个谚语 就类似咱们说的 金窝赢窝 不如自己家的狗窝 这个完全可不能还原成 home is home though it be ever so homely 也行 但原文中是这样的 我们在用这个谚语时 就用原文中这个形式 但是它可以换成这个形式 语法也正确 咱们再看看 植语的写作的范文中的例子 李老师同时也教植语考试的写作部分 我们看在艺术范文中出现了这么一个句子 你看美国考生也经常会用这个书面的文章 这个书面的用法 因为植语写作的也是标准学术文章 用这大费非常适合 你看那怎么说 他说 Once the educators be the administrators or teachers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students even the democratic situation would be like holding royalty accountable to the mob 你看 甚至 一旦教育者 然后后面有个插入语的 让步状语 be the administrators or teachers 无论他们是管理人员 还是老师 通过上线文可以判断 这个很明显省掉的是 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老师 一旦要受到学生的控制 听命于学生的话 那么即便在一个非常民主的情况下 那么就好像什么呢 这是用了一个名誉了 好像让王室成员为报名去负责一样 学生比喻成报名了 因为他不知道该学什么 如果学生定 然后老师来听从学生的 就好比让王室成员 royalty不可属名词 be accountable to 就为什么什么负责 王室成员为报名负责是一样的 这个be they 这结构是不是可以还原成 whether they be administrators or teachers 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学好了新概念英语第四册之后 怎么再看这些高级的什么读写的文章 就相当轻松了 好 回到军容 他说 无论它是鸟 是鱼还是野兽 这个海豚 对任何活的东西都感兴趣 对什么感兴趣 be intrigued with 咱们讲过来 intrigged是极无动词 所以这是用被动 它是使某人产生兴趣 后面他举了个例子 他举了海归的例子 你看他不可能救海归 后面你看他也是跟海归在开玩笑 拿海归找乱 他说 they are constantly after the turtles who peacefully submit to all sorts of indignities 咱们先看语法成本分析 白颜色的还是句子主句 他们老是在不停地追海归 be after可以表示追逐 追求追捕 想抓住或想得到 这个一会咱们会说be after constantly就是always 老是在追海归 而这海归怎么样 而这海归的心平气和的忍受 各种各样的侮辱 海归为什么长寿 没脾气 谁欺负他 他不当回事 这个非限制性对语总绩 但我们说不一定按定语翻译 他是总是在追 总是心平气和忍受各种侮辱的海归 这不同顺 咱们可以当并列去来翻译 英语千套结构 中文可以用并列去 而海归总是心平气和的忍受侮辱 我们第一个先看一看be after 追逐 追捕 想抓住或者想得到 be动词后我们叫after 这个结构咱们生活中可以采用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police are after the fugitive 警方正在追捕这位逃犯 fugitive做名词逃犯的意思 还有he's after my job 这个人想得到我的工作 看我的工作 清赏钱拿得多 就是可以犯着觊觎 他觊觎我的工作想得到我的工作 我们跟人也想 你看 I'm sure she's after my husband 说话的可能是个女的了 对吧 我肯定这个女的想追我老公 小狐狸精 他想追了不追我老公 想得到我老公 she's after my husband be after 就追 什么追逐追捕 想得到想抓住 本文中就追海归 而海归怎么样呢 他peacefully就心平气和的 人寿容忍出现的是submit to 服从于屈服于容忍忍受 这个固定搭配 这个搭配 记住submit不可数 这个不久动词 后面加7次to 我们大声读一下中心动词 submit submit 后面加to 服从屈服于或甘心忍受 都行 咱看下例子 All countries in the EU must submit to its laws 所有的EU 咱们在第八课贸易标准讲过 什么意思 欧盟 所有欧盟的成员国 都必须遵守欧盟的法律 你既然签约了 就必须遵守法律 I'm not prepared to submit to this painful course of treatment be prepared to do 有个常见的意思叫 乐意愿意 我和不乐意去忍受 这种痛苦的疗程 这个treatment可以表示治疗 course 课程 过程 疗程 什么航线 等等等等 都可以 在这治疗的 这过程就疗程了 我可不愿意忍受这种痛苦的疗程 忍受 驱服于 这个服从屈都可以用 注意加7次to 我们看在一个老电影 这个大家可能看过 叫Troy 特鲁伊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就是希腊国王阿杰门奴 他带着弟弟把Troy 这特鲁伊城 缓缓包围 特鲁伊城的大王子 就是这个 他带着弟弟 就出了 说你们快退兵 这个阿杰门奴说 好 我可以退兵 两个条件 你看他提出的是 怎么两个条件 咱们大概看一下 他这么说 两个条件 第一个 第一个 你必须把Helen 还给我兄弟 我们知道 这个特鲁伊城导火索 就是特鲁伊城的二王子 把阿杰门奴 希腊国王的弟弟的老婆 就是他的弟媳妇 给拐走了 所以第一个说 你必须把你弟媳妇 再变成我弟媳妇 这个说的对 人家还没离婚的 你的重婚罪 这个说的是对的 第二个 第二个 这就过分了 Troy must submit to my command to fight for me We never call 这个英式发音 它没有卷舌音 这个特鲁伊城 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并且我何时召唤 必须为我来打仗 把这片我们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 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们看到 Summit to 是服从于 屈服于 甘心忍受 跟他类似的 有好几个替换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Bow to 也是服从于屈服于 这个动词Bow 说动词可以表示 鞠躬的意思 送对方鞠躬了 对方俯首称臣了 不是屈服于吗 很好记 还有像我们看例子 The government refused to bow to terrorists 政府拒绝 向恐怖分子低头 就拒绝向他们屈服 可以用这个Bow to 还有我们可以用 Yield to 这四六级里就有这个词 大家印象深刻 因为Y开头的单词不多 我们再读一下 Yield 当然这个词是多译词 它表示屈服的时候 注意后面 跟这词to打腿 别弄错 还有Scom 比较文艳一些 一样的 后面跟to 我们可以同时记住 MB结尾的单词 最后那个B 一般都是不发音的 你像坟墓 TOMB 咱们都是tomb 而不是tomb 绵羊 LAMB 咱们不能用lamb 都是lamb 输子 C-O-M-B 咱不读成comb 都是comb 子宫 W-O-M-B 咱不读成womb 都是wom wom就好了 所以读一下这个词 Scom Scom 后面还是加其次 屈服于 服从于 或甘心忍受 还有一个 有形容词 构成中心词的 这是多意思 它有两个意思 其中有一个意思 也是服从于 屈服于 更上面类似 我们读一下 中心形容词 Subject Subject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是服从屈服的意思 我们看例子 All employees ar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mpany 所有员工都服从 公司的规章制度 Regulation 规章制度 那还有一个意思 咱们以前见过 就是在 这个小肯定的就职演说中 出现过的 表示取决于 相当于be determined by 有什么什么决定 取决于 这个大家看 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把这片段再看一看 So let us begin anew Remembering on both sides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l we subject to prove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好 首先说 因此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 这还记得吧 双方能有牢记 On both sides 壮与前置 牢记什么呢 必须存在这 千功并非懦弱的表现 真诚永远取决于证据 真诚要由证据来决定 对吧 你拿出证据 又我不相信 可以发现真诚永远取决于证据 这真诚永远需要验证 这个意思对吧 没证据不行 让我们决不要 出于恐惧去谈判 当然我们决定不要 恐惧去谈判 出于恐惧 out of fear 咱们在第一段讲过 这里看到be subject to 两个意思 第一个 跟我们本文中的 submit to是类似的 他后面举了一个 更具体的例子 你比如说吧 你看他这么说 看第三句 One young calf especially enjoyed raising a turtle to the surface which he snowed and then shoving him across the tank like an equoplane 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小海豚 他特别喜欢用自己的鼻子 就嘴鼻部 把大海龟一直推到了水面上来 然后从大水族箱的一桶 哗啦哗啦哗啦 像冲浪板一样 推到另外一桶 这个One young calf 当然英国人都能cough 每个人都能cough 那l不发音的 它表示什么呢 大型动物的幼崽 但是用这个词一般多指 牛啊 大象啊 鲸鱼啊 什么鲨鱼啊 海豚呢 这种动物 我再说一遍 就是什么牛啊 什么大象啊 或者海里的什么鲸鱼啊 鲨鱼啊 海豚呢 这种幼兽 咱们一般叫cough 我们把这词大声先读一遍 cough cough 不要读cough 那个l不发音的 再来遍 cough 英国人都用cough 发啊的声音 那么小的动物 there are many words to describe baby animals 好多好多词来描述 这个小东西像 小马 小驴 小骡子 可以用这么一个词 我们大声度下 fough fough 什么马 驴 骡子 它的小马 可以用这个 对吧 小骡子 还有小猪 小猪猪 用这个 大猪叫pig 小猪用大声度下 piglet piglet 这是小猪 baby pig 对吧 还有呢 我们上这个小绵羊 我们大声读一下 刚才说了b不发音的 lamb lamb 后面这是小山羊 当然也能指小孩子 就是baby goat 一只小山羊 在那边 kid kid 后面这是一只小鹿 叫baby deer 一头小鹿 我们大声来 fough fough 好多好多词 还有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cub 这可以表示 我们常说的小熊 那边小北极熊 或者灰熊 黑熊 都行 一头小熊 我们大声度下 cub cub 我们有一集 看discovery 探索频道里面 讲的pullar bear 北极熊里 小北极熊 就叫cub 还有呢 小猫咪 小猫 我们大声来 kitten kitten 当然还有个评写形 叫kitty也行 k-i-t-t-y 就凯迪猫 kitty也行 还有小狗狗 我们大声度一下 puppie puppie 这是小狗狗 我们还有更多的 比如说chicken 这是小鸡 说小鸡鸡不好听 叫小鸡吧 小鸡 大声来 chicken chicken 后面这是小鸭子 大声来 duckling duckling 大鸭的是duck 对吧 还有那小鹅 那个鹅 baby goose 大声来 gustling gustling 小鹅 还有呢 我们说幼虫 就是那些虫子 什么 这个飞蛾 它的幼虫 我们大声来 larva larva 最后一个是人类的 小人儿 就是婴儿了 出生的婴儿 部分男女的 在那边 infant infant 这非常讨厌 如果要是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在动物名字前面加个baby就好了 一头小象 不知道我们用calf 干脆用baby elephant 这个也行 那么这个有一头小海豚 特别喜欢把这个海龟呢 推到水面来 用它的 which is snout 用它的这个鼻子 这个snout就表示动物突出的口鼻部 像什么狗啊 海豚呢 它鼻子和嘴是突出的 这个叫snout 然后咱们and then shoving him 这个shoving是用力推嘛 就来自shub 它就跟前面那个enjoy doing something 前面那个raising一块用的 都是跟enjoy搭配 喜欢做模式吗 enjoy raising 后面那是enjoy shoving 喜欢它 推它 用力推 推过 穿过这个tank 就是大水族箱了 tank一本成水的 成液体的大箱子 我们那个汽车的油箱 也可叫tank 家里的那个大鱼缸 长方块大鱼缸 也能叫tank 就像一个中浪板一样 就滑水板一样 把海龟从水池的另外一边 这个推到了 从一边推到另一边 这大海龟也挺美 跟坐过山车似的 哇啦哇啦 它举了这么一个具体的例子 下面的例子 给它更具体 好 咱们来看下去 下一句话 它就给了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你看有一个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这么一个小海豚 almost any day a young pupus may be seen tank to turn a 300lb seed turtle over by sticking his nail under the edge of his shell and pushing up for dear life 这句话稍微有点复杂 咱们先来钻研一下语法成分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almost any day a young pupus may be seen 这句的主干结构 几乎每一天 一只年轻的小海豚 都可能被看到 这个a young pupus 其实就代替前面那个calf 对吧 也不是这个小海豚的幼崽吗 就是代替它 避免重复 可能被看到怎么样呢 be seen trying to 这个trying 就是跟前面这个be seen 来固定搭配 有个搭配叫看到某人正在做模式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在是被看到正在做这个了 是be seen trying跟see搭配 也可以看到做足以补足以 补充说明的小海豚 被看到干嘛呢 努力要把一个300磅重的大海龟 把它翻过来 我们知道这个pound是可数名词 但是名词做定语的 咱们用单数 后面不能加s了 就像三岁的男孩 three year old boy一样 那么然后后面写的字by开始到拘末 这明显是一个方式状语 通过什么方式把它翻过来呢 by后面跟了两个并列的动名词结构 第一个是stick stick是伸出去探出去 通过把它的这个突出的口鼻部 伸出去探到乌龟壳的边缘之下 这i表示动物的边缘 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用力往上推 这个pushing up 这个pushing 跟前面这个sticking是并列的 都是做前面期spy的并列 后面for their life 表示拼命的使出吃奶的力气 拼命做模式 do something for their life 那好 我们再看看里面一些小的变化 比如说那个sticking his nail 这个stick表示 伸出去 表示伸出去 这个可以当集物动词来用 伸出某个东西stick something stick也表示粘在什么东西上 那粘在什么东西上 一般不集物的 后面加其次to stick to something 粘到什么东西上 但本文中集物是伸出探出去 然后我们在警匪片 经常听到这么一个 叫stick them up stick them up 这个stick 后面是them t-h-e-m 就是他们的冰格 读快之后吞音了 这t-h-顺鼻子跑了 随便的stick them 再连读变成mump stick them up 什么意思 举起手来 这个dom 他们就是your arm 你的胳膊呗 把胳膊往上伸 也就是起无动损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连读 stick them up stick them up 就是把手举起来 举起手来 还有一个我们叫在医生对病人常说 吐出舌头来 大夫看看 just stick your tongue stick your tongue t-h-e-m 是舌头 这是伸出来的意思 不要反正为了切爱的命 拼命地使尽全身力气做么事 容易搞混的一个搭配叫for life do something for life 这个反正终生一辈子 这个三册讲过 其实是表示后半生 就是余生for life写起来 是for the rest of one's life 比如说看例子 the accident left her scarred for life 这次事故 使这个女孩子 终生留下了疤痕 这个终生用for life是对的 为什么呢 其实前半生事故之前 它没有疤痕 但出事故之后 终生余生 所以中文就是终生 其实从逻辑错了 应该是余生后半生 但是在这儿 就不要用all her life all her life是表示 从出生到死 终生都怎么样 在这儿 因为这个for life是正确的 就余生后半生 但中文全译的 也能翻成for life 就是后半生或者是终生 后面他进一步说 this is not easy and may require two purposes working together 他说这把这么重的 大海龟翻过来 不是容易的事 也经常需要两只海豚 来一块来配合 这个working together 是跟前面那个 require搭配 requir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需要某人在做模式 可以把它看作做兵于不足 下面又举了例子 In another game 在另外一个游戏中 怎么样呢 As the turtles swim across the ocean 当这个大海龟 从这个海洋馆的这边 游到那边的时候 这个oceanarium 其实就指着上面那个tank 就是海洋馆的大水池子 这边游到那边的时候 As表示当墨时 时间状态从具 怎么样呢 The first purpose swoop down from the above and bust his shell with his belly 第一只小海豚 他不是说两个海豚配合吗 怎么配合呢 第一只海豚 swoop就是一上是下 然后下面俯冲下来 咱们生死中讲了 俯冲下来从上面 然后but B-U-T-T 本来是表示动物用头或鸡脚来用力撞 这是用肚皮 用力撞它的乌龟壳 就是撞乌龟 这shell是乌龟壳 belly就是肚子 用肚皮光撞这乌龟壳 我们说 This knocks the turtle down several feet 这样一来 knock就是碰撞了 这个knock其实就是上一句话中的动词but 做个替换 这一来就把这大海龟 光一下往下撞了 好几英尺那么深 然后这个大海龟想挣扎先起来 后面说 He no sooner recovered his equilibrium then the next purpose comes along and hits him another crack 他no sooner是跟后面的蛋搭配 刚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刚刚一恢复平衡 结果第二只海豚 他们两个海豚配合 You come along 这个along不是沿着 因为表示沿着是借词 这个along做副词 就是forward向前的意思 就往前来了 就过来了 come along就过来了 往往往前走 并且hits him another crack 并且光当又撞了一颗 又撞了一下 这个hit就是前面那个knock 就是上一句话 上一句话的knock 和上上一句话的but 这都是碰撞的意思 crack这带有声音 啪的一声 带响人的撞击 邦又撞它一下 但是这个no sooner than no sooner是副词短语 then是连词 这个no sooner可以放在剧中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放在剧手 这是新干调二色的词词了 no sooner这个副词短语放在剧手 它是否定的 后面得用部分道桩 部分道桩就是把 猪动词 B动词 情态动词 放在主意前面去 这道桩该怎么说 什么该是 no sooner does he recover his equilibrium 后面再写下 后面都一样了 no sooner放去瞅 那猪动词前提 后面动词已经recover 就好了 这么写也行 也对 然后eventually the turtle has been butted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floor of the tank eventually最终 最终这个海龟 被一直撞 这个but重复了一遍 为什么 刚才已经做了充分替换 换成了knock 又换成hit 还有名词crack 所以再用 but就没关系了 你重复可以 是在做充分替换之后 离第一个词很远了 这可以重复 old way多次讲过一直 一直撞撞撞 撞到了大水族墙的底下 floor就底部了 不是地板的意思吗 撞到箱底 后面说 he is now satisfied merely to try to stand up but as soon as he does so a poor person knocks him flat 他现在就能站起来 就已经非常满意了 但他刚想这么做的时候 一只海虫过来 把他又打趴下来 对于什么做模式很满意 就be satisfied to do something 这是可以的 后面也可以加 动词不定试 也可以加借词with 对某个事情很满意 be satisfied with something 做模式很高兴很满意 be satisfi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跟咱们在前面讲过的 be content 就是第二课 不要伤害蜘蛛说我 be content with 或be content to do 意思一样 对模式满意 或做模式很满意 那百分钟 把它换成content也对 那么但是 刚义这么做 as soon as he does so as soon as 明显就替换上一句话中的 no sooner than 都是刚义 就怎么样 那用no sooner than 该怎么说 而且没用过道桩吧 but no sooner 后面部分道桩 注重前提 but no sooner does he do so than a purpose knocks him flat 这个flat 可以看作 并于不足以了 把它撞怎么样 撞平了吗 形容词做不足以 把它就是打趴下了 彻底又放膛去了 后面说 the turtle at last gives up by pulling his feet and his shell and game is over 最后海归呢 放弃抵抗 把四条腿 这个give up 就放弃了 扶了呗 四条腿就伸进了 它的龟壳下面 扑着拉回来 腿拉回来 并且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游戏结束了 咱们这个十八课也完了 十八课第二段里 非常难的语法不是特别多 也就是有一个让步状语层中 特殊的B型的虚拟 它用在文言的场合 这个注意 其他的支持点 必须散碎 但是第一段 重点支持点特别密集 而且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好好掌握 好 十八课 海豚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